這個八威颱風真的往北跑了 跑了以後 他現在進到了北韓去 但是沒有想到 遼寧跟山東的青島 哇 那個水災很嚴重 沒錯 這個八威颱風可以說是近年來 登陸在中國大陸最強一個颱風 你可以看到 這就是他們當地人拍的這個畫面 這是白天拍的畫面 哇 整個已經天昏地暗 然後風強雨大 整個這樣 雨這樣吹起來的話 哇 他們都說 哇 我們根本東北人 沒有看過這種颱風 東北是少過而已 對 他們都說 哇 這居然這麼厲害 這是東北的這個狀況 那包括說 因為這個八威颱風的關係 我們知道 東北這個地方是它直接登陸 所以風非常大 但是呢 青島或是山東這個地方 雨就非常大 因為還有環流 對 外圍環流的關係 你看這是外圍環流造成的青島市 這是青島 青島市的話 哇 居然積水成災 他們說 哇 他們 因為他們過去 這比昨天的畫面還嚴重耶 他們過去也沒有積水的經驗 因為他們號稱青島從來不積水 結果這些人呢 他們就說 怎麼會這個樣子 你看 全部的車 你看 這有的車已經幾乎被滅頂了 這個狀況 他們都說 甚至整個車飄浮在整個青島的 這個街道上面 載浮載成 他們都說也太慘了吧 我以前都不是聽說講 青島是德國人蓋的 德國人在青島搞了最好的下水道 青島不淹水接過 淹成這個樣子 淹到什麼樣子 你可以看 這是青島的機場 青島機場現在已經變成是什麼 原本是機場 現在已經完全都是亡羊一片 你看這個發動機在這個地方 你看這個發動機通常都距離 第一面有個距離 就不想說居然是這個樣子 下面全部都是水 他們就說積水大概20公分左右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他們一般民間裡面 他們就說拍到民間裡面 房子裡面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哪裡都積水了 奇怪 大家不是都說青島不淹水嗎 好 所以我們就給大家看 真的中國到過去 真的說青島不淹水 你看這是中國之聲 中國唯一不怕水淹的這個青島 是因為德國人百年造了這個下水道嗎 他們還打上個問號 因為過去我們都說 因為不淹水 是因為青島以前被德國殖民過 德國殖民過 因為德國幫他設計這個下水道 所以他不淹水 中國到沒有 他打臉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不是德國人的關係 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做的 中國人做得很好 他就說因為過去德國建的時候 現在他只不過占到2% 剩下的98% 都是我們現在這個中國人 再另外蓋的 而且我們中國人特別重視這個青島 所以青島的這個 包括水溝的密度 水管的密度 排水道的密度 都是中國之冠 所以他就說 這個不是因為這個 不是因為德國人的關係 是因為我們中國人的關係 你知道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是德軍留下來的 這個地下下水道 他說這個下水道 本來保這個青島不淹水 但中國說不 這個主要還是中國人自己的 他就說你們過去一直在傳言 這種所謂的 歸咎說因為這個青島 是因為德國建設 他說這種原因太簡單 不夠客觀 他說我們30年來做了非常多 好 結果現在 撇空了 大淹水 對 你說因為是你自己 你說不是德國 是你自己 好 結果現在民眾 全部都淹水 告訴你什麼 你做得不好 你做得你看 你只是因為沒有水來 沒有大雨來 沒有颱風登陸過 一登陸之後 你果然還是跟一般城市一樣 還是全部淹了 你看 我跟你講 現在整個青島人 也是相當無奈 在那邊划船 對不對 在水上面划船 騎單車 沒辦法 他們現在也只能夠水上行舟 或是水上騎單車 這樣一個狀況 包括說還有人 乾脆就是在這個水 因為水已經太深了 乾脆就在水裡面游泳的畫面 你看這是用划船出來的 這個畫面 你看旁邊的人都已經 淹到淹沒是腳 都已經完全被淹沒了一個情形 那當然當地的很多 這種階梯的地方 都變成是完全的瀑布 這樣流下來的狀況 很多人都說 青島住了這麼久 你看這也是一個畫面 全部人都 水都已經淹到這個狀況了 他們說真的是非常慘的一個畫面 水真擠腰了 都已經非常慘 這就是過去 你看這還是有一個人 就乾脆在水裡面游泳了 大家想 你看穿著一個游泳褲 就在那邊游泳 大家想說這就是 過去從來不淹水的青島 居然變成這樣一個畫面 好 那除了這個青島 東北 中國的東北 還有這個青島這邊這樣的話 寶姐 台南國也跑不了 他也登陸到韓國去 所以登陸到韓國去 這個畫面大家好好看 為什麼 因為這是北韓破天荒的畫面 他 而且他是網路 他是直播 你看 北韓的畫面 北韓直播 這個登陸的這個畫面 因為他們從來 大概也沒有看過 這個颱風直接登陸在北韓 所以他們北方官方電視台 朝鮮中央電視台 從這個二十六號早上 到這個二十七號的中午的時候 這是北韓電臺 對 它二十四小時的 完全的轉播 而且他還跟很多人連線 然後就我們現在的災情 怎麼樣怎麼樣 你看這個北韓南普市的 這個道路積水的這個畫面 這都是北韓的畫面 所以 金真胖之前出來 開了一個這個會議 對 說我要怎麼來防台 就要真的全力防台 旁邊還有人在解說 我們要怎麼重視 怎麼說 他還真的就 北韓 對 他把所有的 你看還有這個新聞主播 在這邊解釋說 我們畫面現在怎麼樣 這是北韓的畫面 所以才說 這個是非常非常珍貴的畫面 那除了這個之外 當然南韓也是一樣 因為它颱風 尾這樣掃過去的時候 環流也是在這個地方 你看 這是紀州島 紀州島的話 你看 這個大浪 完全這樣打上來的時候 韓國人也非常誇張 因為他們也很少看到 颱風這麼大 你看 吹到怎麼樣 你注意看喔 這是一台貨車 貨車這樣吹... 居然就被他吹倒了 你看旁邊的人 完全嚇呆了 驚想說 怎麼會看到這樣的畫面 看那小朋友嚇壞了 對 他們沒想到 除了會出現這樣的畫面 這就是現在在整個八位颱風 在北部這樣肆虐的這個狀況 還好沒有來台灣 這真的相當強 那除了八位颱風之外 廣東最近也出現 非常多的意象 你可以講 因為他們最近 天氣非常忽冷忽熱的這個狀況 那有下雨之後 你看 這是在東莞附近 這個怎樣 因為這個連日下雨的狀況 整個地面就攤方 地面攤方的約莫是50平方米左右 那旁邊 如果你仔細聽喔 旁邊還有人在講 好恐怖... 千萬不要再靠近了這個畫面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 這也是一樣 這個廣州附近來說話 下暴雨的關係 整個這個你看 所有的街道上面的垃圾桶 完全都被衝出來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 最近還發生另外一個 非常也是驚悚的畫面 這在廣東佛山這個地方 有一台車站等的時候 沒想到居然出現一個大爆炸 為什麼出現一個大爆炸 因為是天氣太熱了 它上面 後面可能放了一些 所謂的易燃物質之後 你看 就整個這樣砰 然後就整個大爆炸 整個車廂都被炸出來 他們想說 怎麼會出現這樣一個恐怖的畫面 當地人就說因為太熱 那裡面可能放了一些 熱到裡面爆炸 對 裡面一些物品之後 就出現一個自然的這個情形 那除了這個你看 你說那個麵包車 那台麵包車嗎 對 你仔細看喔 仔細看喔 你看整個麵包車 因為天氣太熱了 它停下來 停下來之後突然爆炸 然後裡面可能放了什麼 易燃物質之後 導致出現這樣一個畫面 這是在這個佛山出現的畫面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知道颱風啊 下暴雨啦 還有太熱的這個狀況之外 新疆目前閃電不斷 另外一個 泰雲這個地方出現了龍雪風 所以中國大陸那種 所謂的天氣的亂象 到目前為止 其實還沒有停止 好 正好 現在美國也碰到了 非常巨大的颶風 徐撲而去 你看這個風有多大 我要先跟觀眾朋友講 這個風喔 都只是外圍環流 因為現在才剛登陸 現在這影片出來都是外圍環流 你看所有數目全部喔 你看被吹成這樣 然後甚至有那種路上的站牌 多扯 那個站牌是被 那個吹很像是有個人在拉的感覺 可是你完全其實看不出來 它其實就是一個風在大 為什麼這個風那麼大 因為這叫做勞拉颶風 它的強度無限接近 大概50巨風 它直撲路易斯安那之後 你看這個風大到 它車子直接被倒 然後甚至這風大到什麼程度 記者你看記者在採訪的時候 你看這記者 這是個男生的記者 你看他風大到完全站不住 在颱風的時候記者是最辛苦 可是這都還只是外圍環流而已喔 然後除了這邊東西之外 這是美國的 美國記者馬上跑掉了 而且我們都知道 因為這邊直撲路易斯安那之後 是美國人人員的心臟 大概有80%的石油都在這邊轉 你看這是它的專油井 現在在外圍環流的畫面 因為專油井通常都是下面 會有條鐵鏈鎖在海底 或是有鋼架的 可是你看這個浪大到 這個專油井載浮載成 好像隨時要飄走一樣 這個東西也導致 美國的路易斯安那的專油井 幾乎全部都停擺 有多危險喔 對啊而且美國現在人員 因為80%的石油是在這邊產的 所以未來美國搞不好遇到等人危機 然後你現在看到這次高速公路的空拍 為什麼要空拍呢 你看看起來是晴空萬里對不對 可是你看到每一台車都是撤離的人 因為現在所有氣象預測喔 它的浪到時候會有六米高以上 可能會有海嘯 所以你看到沿岸的所有人民 都被要求要撤離 撤離多少人 五十萬的居民 所以現在空拍這些畫面 都是西家代券 然後帶著家當 就開車就是往內陸跑 大家跑到那裡不知道 而且除了人在撤離之外牛也在撤離 你看這是牛跟動物在撤離的狀況 因為這些都是他們的生命 牛在跑 對牛在撤離 那是有人在趕的 因為這是有人特別養的 所以是有人特別去撤離這些牛的 所以你看喔 這東西都是還沒有來的前夕 我要給觀眾朋友看這個衛星圖 有多可怕 你看這個衛星圖 它那衛星餘餘圖 它在空拍的時候 你看中間那個閃的是什麼 這是閃電 它被人家空拍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是五級的颶風 這是五級颶風 無限接近 它是從休斯頓跟紐阿良中間登陸 所以休斯頓跟紐阿良 都有可能會遇到非常非常大的颶風 而且有人拍到這個登陸前的前夕 你看那個雲的那個低 裡面都是雷雨包 全部都是雷雨包 然後呢有人拍到那個岸邊啊 登陸的前夕 你看這像不像是世界末日的感覺 那個低氣啊 整個颶風這樣子 然後雲後塵這樣子 難怪看到這東西想不跑都難 所以我們希望美國可以安然度過這次災難 可是問題是真的已經統計出來 它可能是史上襲擊路易斯安娜之後 最強烈的颶風 而這個颶風正在路易斯安娜登陸當中 好市長 當然了中美之間 還有一場戰爭 就是疫苗的一個戰爭 美國一直在講 趕快選疫治療給我出來了 現在很多的疫苗也說 他們也快要上市了 可是剛剛講到的 中國是用一個 你無法想像 大規模測試的方式 所以中國的疫苗 真的會比較厲害嗎 對 事實上這幾天來說的話 一個最新的消息是 中國跟俄羅斯 他們已經說了 我們要合作來製造這個疫苗 你看巴基斯坦 他們已經跟巴基斯坦 互相的合作 那除了巴基斯坦之外 還有阿富汗 阿富汗的話 還有你看還有摩洛哥 然後包括說像李克強 不是說他優先提供給 這個包括非洲或是湄公河 那甚至還有菲律賓嗎 菲律賓之前就說 我要退出這個 我要把這個美軍基地 趕出去之後 中國大陸馬上就說 疫苗給我 疫苗優先會給你 所以你看 事實上 中國大陸在這一波裡面來說 是以疫苗外交為重點 也就是說我問你如何 我現在知道 你可能對我一帶一路不爽 你對我很多不爽 沒關係 我只要救你人命的話 或許我有機會 在這個 這個所謂的國際形象戰之中 扳回一城 他要反敗為政 朱洋變色就靠疫苗了 對 所以現在 大家都統計數字 我們剛才念的那些國家 包括中國大陸 大概未來有35億的人 可以打他們這個疫苗 可是問題是 大家要三思三思 為什麼專家特別提到 這個非常小心呢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中國大陸過去的疫苗水準 真的非常差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中國大陸續爆發了幾年的這種假疫苗 你看 從2004年的這個江蘇假疫苗 2005年的安徽假疫苗 2007年 2009年狂犬病的疫苗 那包括說像 山東維利的這個非法疫苗 還有2018年的武漢的這個 百日可的這個非法疫苗等等 保姊你知道 從2004到目前為止 幾乎年年都有假疫苗 疫苗不合格 或是說這個打之後有附中的這個狀況 那這些疫苗打到身上會怎樣 保姊最危險的是什麼 曾經有一件事情是山東疫苗這件事情 山東疫苗這件事情來說的話 主要是什麼 因為他們這個疫苗裡面來說 出生沒多久的疫苗 要打所謂卡戒苗 跟B型肝炎的疫苗 有一個小孩子呢 他出生沒多久 就先打了一針 打了一針之後呢 沒想到醫生要去他們家裡 打第二針的時候 打完第二針之後 你知道出現什麼狀況 什麼事 他馬上就高燒不退 然後高燒不退的時候 醫生他去看醫生 醫生就說 這個可能是這個疫苗 一開始的這個副作用 結果沒想到 他之後就陷入昏迷 然後整個狀況非常非常的糟糕 結果一一他馬上呢 父母把他帶到醫院去 醫院就說 這個可能是急性的 所謂的肺炎的這個狀況 那所謂的你要轉到大醫院去 所以他從這個地方的醫院 轉到大醫院 轉到這個北京的醫院 北京也說你這個是癲癇 大家推來推去 大家不知道什麼病啊 完全不知道什麼病 後來才往回推之後 才知道說 他可能是疫苗的問題 就好他 大家猜出來 他可能是疫苗的問題之後 後來又被發現到說 在山西當地 有非常非常多兒童 你看看都是這種兒童 馬上打之後沒多久了 可能就是出現非常大的副作用 所以不是一個 不是兩個零星的案例 在山西有近百名的兒童 注射這個疫苗以後 或死或殘 有些就死掉了 死掉當時已經有 好多個小朋友 就不幸過世 那你看 如果僥倖你活下來的話 你看這個已經是十歲了 十歲他現在長大 因為他之前曾經打過這種非法的 或是說不合格的疫苗 你看他目前是咬字不清 動作怪異 手腳頭部常常不自覺的這個觸動 也就是說是不是 你看 非常艷艷阿 君君阿 很多很多都是化名的 你看 從兩歲到十歲的 很多小孩子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後遺症 都出現了 兩歲的小孩子 不哭不鬧 不笑不玩 不說不走路 對像個植物人 那你看腦萎縮 然後癲癲 你看癲癲很多 我們剛才不是講到去看醫生之後 出現癲癲的這個狀況 你看還有包括說 留下肢體困擾等等的 你看這是不是跟我們昨天講到的 解放軍有百分之九 有所謂的行動受阻的狀況 是不是非常類似 所以中國的疫苗 到底安全嗎 其實過去的經驗告訴你 可能不安全 我們講的疫苗是救病的 疫苗不能亂打嗎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現在他們中國已經把它貼上標籤 這個武漢肺炎的 是新冠病毒的疫苗 他的戰略的需求 戰略需求 所以他跳過很多這個步驟 所以他現在是在進行補考 什麼進行補考呢 就授以學位之後 我們再來考試 所以他現在進行了大規模的人體試驗 包括剛剛是從講到跟蘇二的 跟蘇二合作的是進行四萬人的人體試驗 為什麼他要跟蘇二交好 你看本來蘇二的這個疫苗 美國官員衛生部的 這不是說猴子都不打嗎 對 中國跟他合作了 問題出來了 你看之前瑞典爆出三千七百例 是偽陽性 但是不準確度百分之八十 一百八十個國家 你看三十億人口 大家出來了 因為很緊張 為什麼呢 因為他前科雷雷 跟各位報告一下 現在以中國他國家 核准的四個生技公司 進行第三期的人體試驗 有四個 有兩個有前科 但是百分之五十 為什麼過期疫苗的 而且假疫苗的 就譬如什麼過期疫苗 之前他們有一個這個長春長生 這以中國來講是大的這個生技公司 長春這個長生疫苗 竟然是假的 他的狂犬病疫苗是假的 沒有用的 甚至剛剛那個自從沒有把他講更深的 江蘇疫苗 竟然是過期的 過期疫苗會怎樣 他這樣 叫他那個中國的用語 跟台灣不一樣 他叫這個集灰疫苗 集灰疫苗就是所謂的這個小麻痺疫苗吧 沒得病的沒死的沒殘的 變得病變殘了 那麼更離譜的這個2007 一直到隱瞞到這個被隱瞞到2010年 才出來的 就其實就是他們講的 這個叫疫苗疫苗 什麼叫疫苗疫苗呢 台灣叫做日本腦炎疫苗嘛 本來沒事的打了都是 為什麼死了幾百人 死了幾百個 就是非死極慘了 那麼這個被隱瞞了 後來怎麼樣 因為他們不是收費的 不然就官商勾結的 這個大的疫苗公司 後來被爆出來 那最離譜的就是 你看兩三年 就兩三年一個 一個這個假疫苗出來 或過期疫苗 那最離譜的就是這個 日本腦炎疫苗 因為他的診斷書 都是吸入性的肺炎 這個中毒式的腦膜炎 甚至死亡證明書就直接說 這個病毒式的這個腦炎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還是用傳統的疫苗 什麼叫傳統疫苗呢 就是叫滅毒疫苗 就是本來的病毒 昨天我們提到 病毒要做這種疫苗 要大量病毒 那大量蒐集病毒之後 他把它去毒 就是或者說降毒 那麼這個做好疫苗 就直接打人傷 但是如果準確度不高 難怪啊 很多這個北京大學工會的 這個系主任院長他說 就算放開了大門 但是門檻也不能降低啊 因為他門檻降低之後 打了本來沒事 本來要打這個日本腦炎的 預防的結果打了變日本腦炎了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